歡迎鄉親回來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好新聞繼續來看 這中華管建戶推動 吃上街在地動規料理的活動 就是希望跟在地食材 提供給民眾 特別運用這有一個農地產品 跟上這中泡的創意手法 跟這台川的葡萄 下頭拔辣 翁京青鵝 K.O.英文 煮出十次了好吃的料理 西安鳳鵬以來 中華秋雄一直出現在新聞媒體上頭 為了幫在地動民行銷優先食材 管政府既得飯店業者 推出八卦山下的盛宴 鹽酸館來26鄉町的第一名食材 出出各種味道的料理 要讓全國民眾拼上到中華所有美食 創作中華餐飲為地 運用我們彰化餡的在地食材 然後將這些炸地食材發揮到料理的宴席上面 因為大家都知道彰化餡是農業大餡 可是農產品以往都是單打獨鬥 那希望藉由我們目前標榜彰化市最好的飯店 然後透過我們主廚的創意料理 然後結合我們在地食材 把它呈現在整個宴席上面 進而發展成為一個彰化國宴的一個構思一個構想 副館長在這中表示 台川捕頭、夏頭拔辣、翁京的青鵝 還有蝦、鹽、牛肉丁丁 都是在地第一名食材 透過創意出發的獨家電源 相信可以讓全國更多民眾 感受到中華土地攏散和美食 大家很放心、好好享受 在每個出的店員裡面的菜、湯、水果 都會看到中華的好風光 都在我們桌子上 不用去到26鄉町去洗 今天吃裡面都看得到 希望大家吃得健康 需要都在一千塊 飯店入家共調 八卦山下的盛宴 對於酸食材到菜名設計 都跟國鄉町的敵散、密切相關 民眾對餐桌上面 第一次感受到中華的好風光 大中華新聞 張西梁中華 蔡鳳報道